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第98篇 诗篇第98篇特别的短 只有九节 这一篇的内容在讲 耶和华神做王 全地在神面前欢畅 我们就来把这一篇 飞下堕落 我们将这九节分成三个小段 第一小段是 一到三节 诗人呼吁会众歌唱神的救恩 第二段是四到六节 诗人呼吁全地 要向神歌唱 第三段是七到九节 神所造的 世间的万物都为神 公义的审判 欢呼歌唱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一节到三节 经文这样说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实 第四集 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诗篇的第九十七篇 第九十七篇也是讲到神做王的事 诗人也是在诗中 颂赞公义的神降临 读到本篇 本篇依然以耶和华作王为主题 在第一段中 有简略提到 神在以往为以色列家所做的事 神向自己的民众所施行的拯救 乃是被全地都看见 因此神的作为 乃是公开的荣耀的事实 第二段就讲到全地 都要向神发声歌唱 并且也有使用不同的乐器 来对神赞美欢呼 而最后 诗人又愿 自然界也能一同加入并响应 整个的万有 神的一切被造 都可以在神面前发声歌唱 乃是为了神已经做王 他要在世界中 执行作为公正公义的审判 读到本篇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 本篇与第九十六篇极为相似 只不过 第九十六篇有十三节 本篇则只有九节 因此 本篇诗句的内容 要比九十六篇简略 其中第三段 也就是七节到九节 就与九十六篇的 十一节到十三节 完全一致 除了这篇诗 与九十六篇之间相似 那另外 解经家们还介意我们 把它去于 路加福音第一章 四十六节到五十节的 玛利亚的尊主诵 做比较 我们也会发觉 两者之间 有相似的语句的应用 像第一节所有的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就可以比较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四十六节 我心尊主为大 第一节还有 讲到他行过奇妙的事 就可以比较 路加福音一章的四十九节 那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了大事 第一节再提到 他的右手和圣臂 施行救恩 就可以参考 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一节 他用绑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理妄想 就被他感散了 本篇的第二节 又提到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可以参考 路加福音一章的五十节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在本篇的第三节提到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实 可以参考 路加福音一章的五十四节 他辅助了他的仆人 以色列 玛利亚尊主诵的写成 虽然挽过本篇诗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 却和本篇诗的作者 在圣灵的启示下 向伟大的 做王的以色列神 发出了同样的赞美 本篇诗特别的简单 由于基本的内容 在96篇已经出现过 我们就可以轻松些 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三节 使人呼吁神的百姓 要向神唱歌 乃是要唱新歌 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提过 神的百姓向神 所唱的新歌 就是歌颂神 伟大的 新的作为的歌 因为主耶稣基督曾说过 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伟大的神做事 一直是连贯的 延续的 不中断的 神所做的一切的事 一切伟大的作为 都与他的属性相合 因此 神的百姓 在所唱的新歌当中 对伟大的神 要称颂的 便是第一节所说的 神所行过的 奇妙的事 以及他右手 和圣地 施行救恩的 荣耀作为的延续 神所做的事 被叫做 奇妙的事 这是因为 我们的神的名字 就叫奇妙 世诗纪十三章 第十七节 十八节 还有以赛亚书 九章六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经文又揭示了 神发明他的救恩 并在外邦人眼前 显出公义的目的 乃是要纪念 他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实 在旧约圣经中 我们会反复看到 神让以色列家得救 乃是神伟大的救赎计划 神伟大的救恩 以及奇妙的作为 都透过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显明出来 并让外邦世界 可以看见 可以见证到 神作为的荣美 因此经文就说 第的四集 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以色列家得蒙神的救恩 并不是单单要显明 神对他们的偏爱 神伟大的救赎目的 是为了透过以色列 使全世界 也与他们 一同享受 神所预备的 救恩的福乐 因而 第的四集 不是单单看见 看见了 却没有份 在那里眼馋 羡慕 他们看见了神的救恩 最终还会经由 以色列 来得着神的救恩 因此 神伟大的心意 该是何等的美善 对于这一点 以色列家 一定要知晓 而且外邦人 也当知晓 这也就是神 简选以色列人 并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立约的 核心所在 第四节到第六节 是第二段 在这一段中 诗人就呼吁 全地 都要向 以色列 欢乐 而且要发大声 欢呼歌颂 另外 还要使用 不同的乐器 像琴 号和角 再就是诗歌的声音 因为这是要在 大君王面前 欢呼 因而轻忽不得 怠慢不得 一定要庄严 要肃穆 又要快乐 欢喜 我们说过 从93篇 一直到100篇 当这几篇诗 讲到全地的人 都要敬拜 歌颂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的时候 诗中是充满了 预言性 因为诗中 诗人所发出的 邀请和呼吁的光景 可能在当日 并没有在外邦国家当中 得到普遍的响应 但诗人都在灵里 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 看到了未来 荣美的景象 最终 全地都要在神的面前 欢喜快乐 到有一日 诗上的人将会发现 人们唱诗 弹奏乐器 最大的功用和目的 乃是为了敬拜神 和颂扬神的荣美 地上的人 以及造物 将会惊艳到 在天上 似活物 以及众长老 还有众天使 在神面前 昼夜不止息的敬拜 和歌颂的经验 有一时刻 天上荣美的敬拜 会和地上 那被救赎的百姓 以及世间万有的敬拜 都合而为一 那时 整个的宇宙外有 自然和万物 就将陶醉 并享受在 唯一的那件美事上 那便是敬拜 颂扬 赞美我们 奇妙的神 不单单世间 全地和万民 要在神的面前欢乐 接着第三段 七节到九节 就是诗人进一步的 在向世间的万有 发出呼吁和邀请 因而七节八节 乃是拟人化的形容 诗人甚至愿意 就连海和气中 所充满的都澎湃 世界和住在 期间的也要发生 虽然海和气中 所充满的常常澎湃 世界以及住在 期间的也常常发生 但要等到 真正是伟大的神 做王的时候 那时的澎湃 那时的发生 就不是自然的声响 乃是海和世界 对神的赞美 这其中还包括 大水会拍手 珠珊在耶和华面前 一同欢呼 大水拍手 令我们想到波浪翻腾 但这个时候的波浪翻腾 就不像别的诗中 所讲到的 乃是表明和象征着 万民的喧嚣 和人类世界 所制造的 种种不太平的因素 珠珊的欢呼 也不是因见到神的面 而产生的惧怕 战斗 就像前一篇诗 97篇第五节 所说的那样 这里不是 这里海水的澎湃 就是在拍掌 喜乐 这里群山 所发出的声响 就是他们在 欢呼并跳舞 整个的自然 都享受在 神做王的 大快乐之中 神所造的自然界 会因为人 犯了罪 罪恶进入世界 而产生惊恐和惧怕的波动 自然界 也会因着 神对世间恶人的惩治 而感受到惧怕和不安 但这绝对不会成为 永远的事 还是像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 神一切的受造之物 到有一天 一定会脱离 败坏的辖制 而那一时刻 就是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 也是我们伟大的神 做王的时候 我们伟大的神 做王 就会像本篇的最后一节 里面所讲的 他来要审判遍地 而他所带来的审判 乃是绝对要按照公义的 而且还是要按照公正的 因为公平公义 乃是神 宝座的基础 神就是以公义 审判世界 而且要按公正 审判万民 当神将世界和万民 按照公义和公正审判之后 神的造物之中 就再也没有残害 毁坏 痛苦 叹息 因为这些事都过去了 当伟大的神做王 不仅是那些被他所救赎的百姓 会快乐欢喜 另外也会快乐和欢喜的是 神所救赎出来的 世间的万物 他们不会继续在 败坏的虚空的律的挟制之下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诗 我们看见 就连世界的洋海 和巍峨的珠山 都在盼望并期待 神临到世间的王权 其中也包括 他公义公正的审判 还有美善及永恒的智力 因为他是王 就连世间的万有 都在盼望伟大的神 耶和华做王 那你我的心呢 我们有盼望 他快一点 全然的执政 掌权并统治吗 愿你和我 都能带着切勿的心 引进仰望 渴望等待 伟大的神要做王 他的荣耀直到永远 他的国度 没有穷尽 好的 今天98篇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 最后 再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圣灵保卫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这群蒙你救赎的百姓 真的要时时向你唱新歌 因为你过去像以色列家 曾经行过奇妙的事 你的右手和圣臂施行了救恩 你也在我们以往的生命历程中 向着我们行了奇妙的事 你的右手和圣臂 也向我们施行了救恩 主啊 你的救恩是大的 你救恩和作为当中所显出的美善和荣耀 乃是无限的 我就是要来赞美你 用诗歌向你称颂 我要称谢你 做我生命的君王 不仅如此 你还要在全地之上 大显威严和能力 因为你就是宇宙外有的主宰 你更是宇宙外有之中的君王 主我的心 要像海水那样 向着你充满 并不止息的澎湃 我的心 也要像那巍峨的高山 向你发声 不止息的歌颂 愿你来做王掌权 也愿你 向世界和世间的一切 显示你绝对的 主权和荣耀的治理 因为你的审判 最为公义 你的判断 最为公正 我的心 降服在 你荣耀的权柄之下 愿你用脸 光照你的百姓 成为我们的夸耀 我们的口便诉说 你名的荣美 因为你所受的一切的赞美 都和你的美名相称 我如此的祷告 祈求 称谢赞美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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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